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探訪頻道阿媽 上一期我們拍了世榮翠湖縣 有後患問我 阿媽 世榮翠湖縣這麼順利的盤 還有沒有類似這些可以讓我對比一下 沒問題 就是它 大家好 我是來到這邊的售樓部 現場也有人在這邊的視頻看樓 我們先不理會 大家討論這五個位置 太分地圖可以看到以西江為界線的珠海東西部 東部老區是高度發展飽和的 珠海政府現時都是奉行深圳向西的發展策略 西邊以金灣島門兩大區組成 其實金灣島門是連在一起的 作為西部新城開發 但是兩個片區這麼大 都不可能到處都發展到位 所以當前西部新城發展的第一梯隊 是有四個主要範圍的 分別就是金灣的巷新城 斗門的湖深路片區 斗門的井岸新清片區 斗門的白礁新城片區 時代水岸這個盤 是屬於白礁新城片區的 白礁新城片區 目前是四個片區的樓價低窪之地 暫時未有過兩萬元一平方的樓盤 但是目前這個片區最高的成交土地價 是萬二元一平方 所以樓價這個低窪之地 亦都可能只是暫時剩 交通方面 如果從人工島珠海考案 過來這個樓盤 是需要經過珠海大橋 湖深路 才可以到達這個樓盤 時間上大約是需要45分鐘的車程 其實可以看到 東西兩邊的三條橋 是同時建設中的 以這個鄉海大橋來說 整條快線將會2022年 即可以通車使用 全程沒有燈位是不會塞車 只需要20分鐘左右 就可以東西兩邊的來往 但是這條快線的話 亦都會更加有助於 這個斗門的高速發展 另外 紅鶴大橋是屬於 港珠澳大橋的西延線之一的一部分 香港的朋友可以用到這條快線 直踩到這個樓盤 講返這個樓盤先 樓盤接著這條黃陽河 這條黃陽河的歷史比島門還要長久 本地人都比較喜歡去住 靠住黃陽河兩邊的樓 所以政府都以這個河的兩岸 去打造一個一河兩岸的工程 包括地圖上看到的這些公園 商場中心 和河岸兩邊的情侶路等等 所以這邊的話 都是比較適合移居和移業的一個地方 OK 那我跟大家講返 這邊時代水岸的沙盤的情況 然後時代水岸現在所賣的話 它就是賣三棟和四棟 這兩棟的主秀戶型 這兩棟來說 以這個四棟 四棟 四棟的話 就是前面這兩戶的 就是以一個145平方 和169平方的一個超大型四房 和這個後望代園景為主的一個92平方的一個南北通透戶型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三棟這邊 三棟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以一個望代園景的一個83平方的一個兩房戶型 和這邊的118平方的一個大四房戶型 配套方面的話 和大家講返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的話 就是這個希爾頓酒店 樓下這個位置 那現在這裡是時代水岸的營宵中心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會走這個東堤路 過去這邊看實景的了 那現在這邊的實景 這邊的情況的話 就是 這邊是有一個如月塔的 那如月塔的話 就是類似廣州的廣州塔 那樣 就是小蠻妖的地標性建築 那將來的話 這邊建好 現在這個 如月塔的話 是未建的 已經規劃了在這邊的了 那將來這邊的話 建好是會有一個 31層的106米 一個地標性的 斗門建築的 那我們看看對面 對面的話 那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我們上次和你們有拍過的 就是世榮 翠湖縣 就是在這一邊的 住宅區這一塊 那後面就是這個 黃陽河濕地公園 那還有呢 對面的話 也是有這個尖峰山公園的 那這邊的配套的話 呢 跟我們的時代水岸的位置 是尖峰橋的一橋之隔 那沒錯 那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 兆太水岸過去 這邊尖峰 這邊的片區的 這個配套的話 是需要五分鐘的時間 可以完全享受到的 那然後呢 另外一個成熟一點的片區的話 就是這個井岸片區了 沿著這條西堤路 西堤路 一路過去的話呢 就是一個 井岸的一個老程區 也是斗門本地人 最多的一個居住區來的 那這邊的話呢 你都看到了 有這個少年工啊 還有這個圖書館啊 體育中心啊 體育中心的話呢 現在已經是在翻建中的了 已經有成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了 那還有這個 斗門實驗幼兒園 博物館等等 這些 市民的配套 那再往過來這邊 看回呢 就是一個大順的新都會 那大順新都會的話呢 就是這個斗門的一個 新的一個 地標性的一個 商業體來的了 那摩天輪 卡丁車啊 還有衣食住行 是賀滿樂全毛 在這一邊的 那然後這邊這條路為界的話呢 對面也是有斗門的證明 小學啊 小學啊 這些等等 正正心在這裏面 所以這一邊來說的話呢 也是井岸的一個 建構篷區來的 那來講的話呢 這邊已經起駕駛了 一條是井岸的三條 如果從這邊井岸的老程區的話呢 過回來 這邊拔招新城的話 是非常之快的 那然後的話呢 政府也都有這個 以這個 吉河兩岸的一個工程 以這個黃陽河 兩邊去打造一個 一河兩岸工程 那可以看看的話呢 除了對面也有 一些休閒的廣場公園 那然後我們這一邊呢 是屬於東台的 那東台這邊 一樣位有一個 河半廣場 那河半廣場的話 來我們這一邊的 時代所岸 非常之近的了 那然後呢 可以再看看這一邊 白礁新城這邊的配套 那然後白礁新城這邊的配套的話呢 除了有白礁市場等等 其實這些凍住牌的了 這些 都是依然有的了 那然後呢 這邊就是學校 田嘉丙中學等等 那等 校環站 這個大型的一個 汽車轉乘中心 那我們要帶大家 現在去看看 我們這個實況 實景的情況 好 好 那我現在過來呢 就是這一邊 啊 東台這邊的了 那麼呢 西台那邊剛剛才已經是全程搞定的 那麼 東台那邊呢 其實現在看到現時的情況的話 已經是鋪緊地磚 收緊路 啊 所以到時 東台西台的話呢 都是會一樣的 做分一致性 那以這個一河 兩岸的工程來講的話呢 也都是這邊的 東台的路呢 也都好像西台那樣的情侶路景觀來的 大家看到了 那邊 那邊 那些 還搬簡這些 地磚的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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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在新青片區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世榮 一家獨大的了 那帶來講的話呢 我們已經見過了 所以白椒新城 那邊 那邊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145平方的霧形 145平方的空間非常之舒服 大家看看 好光猛的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呢 是4號樓 4號樓 然後呢 4號樓 那這邊來看看 這個廚房 廚房的話呢 這邊呢 這裏 這裏 就是抽油煙機 造台 和這邊的消毒碗桂 都是交流標準 那當然 這些微波爐 微波爐 和冰箱 是沒有的 不低 但是它會留位的了 這個造台已經 七字形的造台 已經留小 位的了 還有呢 看到這裏 1.45米 是非常之適合 這個亞洲類性的新高 所以說呢 時代的品質呢 是非常之高的 它是做到 是細緻之處的話 有很多其他樓盤的話 是未留意 即是做到這個位置 這些櫃 還有盡心呢 也是很深的 OK 然後呢 這邊呢 還有一個露台仔 來的 是的 通常的話呢 洗衣機呀 月水器呀 還有浪衫呀 都可以浪在這個位置 那麼到時實際交流的話呢 這邊是會有個欄杆在這邊的 是的 就不是這裡 這樣的 因為外面 現在裝修 所以才臨時 用這個東西擋住 而已 我們再看一下廚房這邊 廚房的話呢 廚房的話呢 一出來的就是餐廳這個位置 那餐廳的話呢 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 是六人位來的 你看到六人位 其實可以再拉大一點的 OK 然後呢 再看一下這邊的廚房 廚房的話呢 就非常之舒服的了 可以感受一下 我走多少步才到 樓這邊 電視場 走多少步才到這個梳化 可以留意一下 有三步的 即差不多有三米的距離 三米的距離 這個梳化的話呢 已經是四人位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陽台 哇!很扯風 即是如果你這個護形的話呢 你夏天是不需要開空調的 你打開的窗呢 打開這些門呢 就很舒服的了 因為說呢 這邊是一些海風 還有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景觀 這個景觀的話 也是這個時代水岸 最大的賣點之一 剛才剛才的話 對面那邊 就是 西台 東台 這邊是東台 然後呢 那邊呢 就是這岸的了 那邊就是這岸 舊城區 所以你看到呢 那邊的樓呢 都是相對比較低一點的 然後呢 這邊 這邊 這邊看到了 這邊呢 就是 尖峰橋 然後呢 跟著呢 跟著呢 尖峰橋 一過去對面的話呢 你見到啦 西榮的那邊樓門 還有那邊呢 那邊呢 藍色的 藍色頂 然後呢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西爾頓酒店 也是那個商業廣場來的 然後這邊 有個比較死字樓的 這樣的形作就是 科倉 科倉中心 那未來的話呢 這兩個 還有那邊呢 還有個建越商務中心來的 所以这三个商业性质也会在未来两三年交付 所以其实也可以在事实所乱这边的住户 都可以享受到那边的商业 还有现在有的话就会享受那边老乘区者案的商业 那我们看看这边的阳台 7米8的一个长度的阳台 然后这边的话就做了这些健身器材摆造 当然每个住户的需求不一致 然后其实这边是一个房子来的 当然如果后期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改一改它 令房子更大一点 当然也针对不同人的需求去设计 然后这里的话你看到的瓷砖和长砖都是交流标准的 然后这边进来看看 这边的话这个层高是3.1米的 当然装了收之后 对人家吊了顶就不太高了 但是来说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身高是7米的 所以其实这个空间是很舒服的 镜头来这边吧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的话也是值得要讲的 因为时代的品牌 它包括在一些细节位都做得很细节 是这个立方的一个镜柜 收纳 拉得很长 就从这里拉到尽小 用到尽小了 还有洗手盆 是吧 都很大的 有些发尽箱可能做小一点来到这里 但是我说时代它的用料和它的品质 是有保障的 然后看看这边 这边是洗凉房 这边 然后要有窗台 有个窗 可以推上去的 然后这里你看到的都是交流标准 包括这些码筒 小手盆 还有镜柜 还有这些能浴 这些器材 全部都是交流标准 全都是交流标准 全部都是 然后对面 这边 这边的话 就有一间房 对了 客房来的 但是你看到客房 其实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两个床头柜 接着的话 一张床 每一八床都没问题 然后这边的衣柜 这边的衣柜 其实你可以做到 这个衣柜已经做到60公分了 所以这间房是不小的 如果你想这间房更大些 或者都好像我刚才在外面露台说的情况 这样 将这个阳带可以效忌 推伸出去 那这间房会更加大 当然 如果你是不需要的 这里就是交流标准 按照这样用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就是 儿童房 这个儿童房 这个儿童房 儿童房来说 就是顾名思义 它的空间 就不会很大 这样来说 放到一个 床头柜 一张床 还有衣柜 这些都可以满足 放进去 都没问题的了 对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主人的空间 但一入门的话 其实它没有对着厕所 所以这个设计 有些的话它是门对门 这样 然后这个是主人房的 图间 进来看看 对了 空间感 都没有问题的了 我站进来的了 你看到了 我也站进来的了 洗澡等等 这些新手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 这道镶楼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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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igrade 然后这个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也很舒服 当然这个设计时代的设计是非常现代化的 当然交楼标准不是这样的 交楼标准是没有床、床头柜等 这些后期可以定制 这些墙都是白色的雨鞠七墙 其实也不是很建议大家在南方这些城市去贴墙子 然后再看看这个主人房也是非常正的 180度的一个全河景观 对了 与你阳台看到的景观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窗都可以开出去 而且这些是双层的中风玻璃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其实还可以放一张写字桌在这一边 旧小空间 没问题 OK 那这个145平方的户型 是非常大的 无论每一间房 厅 和露台等等 你都找不到它有瑕疵的地方 那其实的话我先和它关了个门 好扯风啊 夏天真是完全不用开空调的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旁边 旁边就是一个169平方的一个超大豪华四房 这个平面图 这个180平方的话 相当于比隔离的169平方 比隔离的145放大版 差不多就是隔离的放大版 但是更加豪华更加舒适 和它的景观会更加美 我进来看看 这边阳台的景观是要比 刚才隔离的145平方的景观 是要更加开阳的 它看到河景的话呢 是会更加多 你可以看看 这个位置 刚才的话呢 145是看不到这里的 这个景观 还有呢 井岸那边 那些景观全部都 收到在眼底那边 那你看到的话呢 这边 到时这边的栏杆都是交流标准 那有些人可能会担心 喂 靠河 都是 你知道啦 这几年的话呢 打台风比较多 会不会 好不安全啊 怎样 其实 在珠海来说的话 一般靠海景 海景来说的话 那些单位的话 影响会比较大些 一般靠河景这些单位的话 其实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特别是打台风 因为的话 河景其实 它虽然是一定的开阳 但是它不会有海景 那些风那么猛 那么扯 如果你有担心的话呢 你后期其实可以在这里 封个窗 加多个风窗 雙层玻璃那些 对了 那这个厅的话呢 就更加大了 是超过4米的厅 的 4米闊的厅 然后这边当然 这边 这边 饭厅这边 都可以摆更加大的饭桌 那我们过来看看厨房这边 厨房这边 都是七字形的 七字形的 幼字形 然后这边 这边 也有个露台仔 也有摆洗衣机 哇 这边开屋 我用这个小露台 开的风都很扯的 听到这风 扯着过来的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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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到的 除了 微波炉 还有 冰箱 就不够了 表准里面附带的 其他都是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里面这些房 同样过来看看 这个 洗手间 洗手间 是比刚才145平方的 洗手间 这个169平方的 洗手间 是要更加阔一点的 我伸开手的位置 是伸得更加阔一点的 当然 这些镜子也是 拉到长了 拉到尽 这边也是 这边 也是 空间大了一点 也有窗的 不会有黑痴 对面这边 有一间房 这个的话 做了一个儿童房 其实的话 它也拍了一边去 其实的话 这个也可以 都可以摆到一个 1米8床 1米5床 接着两边再摆 两个床头柜 都没问题 60公分的衣柜 OK 可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就有一间小房 也是植物房 对了 那我来说的话 其实你可以摆植物都可以 当然的话 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用途 这个其实 儿童房的话 我感觉有点小 因为的话 其实它 如果你摆个衣柜 的话 可能床头柜柜柜 这张床的话 都是1米床 对了 我来做雜晚房 不错的 另外这边 最后一间 客房仔 那我呢 都是可以摆到 一个床头柜 一张床 麦五床 还有再装回衣柜 都没问题的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属于单边位的 所以的话 每一个房间 包括雜物房也好 厕所 洗手间 什么都好 全部都有窗的 每一个独立的空间 是没有窗的 暗的 所以这个 非常喜欢开阳的 一个169的户型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169的主人房 一样是没有门对门的 这个洗手间 洗手间 洗手间就很阔的了 没问题 这些码筒 这些全部都是交流标准 地砖 长砖 这些等等 这些都是 都有 窗的 这个主人房的话 就和旁边的145就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可以看到 它的光线 和景观 但是会更加多 你看到的窗有多少个 四个窗 是的 四个窗 那可能另外 后期的话 可能放多几个窗链 但是我觉得你会写得的 那这边 你可以看回 这个床 麦8个床 是的 然后 其实 如果你想 享受一点 你可以 在床的对面 这边 加分 加分 投射 激光投射 你的电视 那你们说的话 你会更加豪华 是的 那我们先看看外面的景观 看看景观 景观的话 一项 没有问题 这些 基本上来说 这个时代水岸 它的卖点 就是 这个河景 和这些大户型 它以大户型为主 的 为主要卖点 全河景 一纳无畏 全河景 一纳无畏 其实不是 因为 带户型 我们要提供的 副加价值 副加价值 品牌 地段 等等 那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 九十 三平方的户型 你看看 这个户型图 那九十三平方的话 它们做到南北通透 一进来的话 这里有入门 子母门 子母门 设计 而一进来 有个入户花园 时代 这些品牌 它就 很流行做这些入户花园 这个也是很舒服 其实如果你后期 都会造成一个独立的空间 如果喜欢养物 或者你喜欢摆植物 有踩单车的植物 也可以摆这边 接着一进来的话 现在呢 横厅设计 有台湾的设计 南北对流 就是说这边 和那边 那边就是北边 这边就是南边 南边 可以过来看一下这边的阳台 它主要九十三平方的户型 主要用内园景为主 现在你看到一部分的内园景 就是在下面 下面一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边呢 那边呢 还未完成的 将来的话呢 都会连在一起 OK 那我们现在进来看看 客厅 客厅的话呢 都完全没有问题 够用的了 你看看了 完全够用 我坐在这里 和对电视的距离 完全是够的 不会有一些 好像拉到那么近 OK 那我就看一下厨房这边 那这些都是交流标准来的了 这些烫门呢 这些烫门呢 很实在 很实在 很实正 和大力小时也没有问题 这些不会坏的 这些 然后这个厨房 这些 这些都是交流标准 这些 这些 厨櫃啊 抽烟机啊 和烧到碗� 烧到碗� 和这个 当然了 冰箱是没有了 我好喜欢的什么呢 就是时代它这种 地砖 你看看这种地砖的颜色 很好看的 亦都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用的 一种灰色的 和它的踢夕线 这些都是细节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儿童房 那儿 儿童房的话呢 完全没问题的 其实都够用的了 衣柜 对啦 这边呢 小孩子用的房 所以衣服可能呢 不会很多 那衣柜呢 衣柜的话呢 都够用的了 那这边呢 摆个床头 或者写字台都可以 然后这张床 一米 米二的床 接着其实拍到那边 飘窗 飘窗是送的面积 所以的话呢 拍到那边呢 又可以多些空间用了 那外面呢 都可以看到这个河景的 二童房都可以看到河景的 OK 那我这边 再看看这边 就有一间客房 这间客房的话呢 都是OK啦 反映的话 两个床头柜 三边下床 衣柜等等 都没问题 那当然 它这个就是以内容景为主的了 那我再看看旁边的主人房 这个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大了 一米八个床 接着说呢 这个主人房的景观 都是何景的 九十三平方的 户型的话呢 一样可以看到河景的 可以看一下 没问题的 你想一下 如果当你第一天 早上起床 拉开的窗帘 说你装迷的电动窗帘 你起床都不起床 都不用起床 直接遥控 你起床就看着这个河景 多舒服 多捨意 是吧 好 好了 对 要说回我 这个九十三平方 我说是三房 一个洗手间 一个洗手间 我看这个洗手间 都没问题 完全够 一加三口 四口 都没问题 可以用到的了 如果 资金预算 不会太多的 那些客户 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 九十三平方 因为它这种户型的位置 它银码不大 其实是够用的 完全没问题 好适合你 有空 有时到客户 OK 那么 事代水岸的位置 主要是这三种户型 当然 现在它家推有三栋 三栋那边 还有118平方 和82平方的这种户型 那两个户型 是未做到这个示范单位出来的 如果有兴趣 那两个示范单位的朋友 可以WhatsApp给我们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然后我们会有专人跟进 可以给更多的资料给你们 那两个户型 82平方的话 是两房的 亦都是这个片区 比较少有的户型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联络我们 好吗 好 那时代水岸的话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 另外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时代水岸的 黄阳河的河景 当然 这边白昭新城来说 时代的B局面区 的占领范围 非常之大 以时代倾城来说 另外最深刻的 就是它的绿色级会所 但如果论景观的话 我觉得时代水岸 有很多客户也都会跟我说 大户型其实是不是真的 不值得投资呢 其实不是的 都要看回大户型的一个附加价值 什么叫附加价值呢 品牌 地段 那来说的话 时代水岸的隔离这边 就是有一个 地标性的建筑 如月塔 对标的就是 广州塔 这样的一个类型来的 也是一个旅游开发区 岛门来说 比如说出名的 就是说 已经有的就是 岛门古街 金台子 和渔温泉等等 那未来的话呢 都会落成的 就是这个如月塔 那其实的话我觉得 对比方看回 广州那边的 广州塔 附近的江景单位 其实你没有600万的话呢 你都入不了货的 所以我觉得 这边的大户型 其实都是一定的 投资价值的 那当然呢 它的度假 或者居住 我们其实就 不需要多说了 大家看到这个 附近的景观 和周围的配套 大家应该都明白的了 好吗 那当然如果 你银马有预算有限的 那其实都可以了解 它这边的 两房 和三房的户型的 OK 那说到这里了 那如果 镜头前的 观众 朋友 有兴趣 我们这个楼盘的 欢迎WhatsApp给我们 又或者 联络我们 好吗 电话联络我们 我们会有一个 专人的跟进 好吗 那我们下一期 会再和大家拍摄另外一个 好吗 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 记得要订阅我们 好吗 OK 这期就这样了 拜拜 探訪朋友 致力为大家 打探不同楼盘的实况 如果对楼盘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下方留言 或者联系我们 而你的点赞和订阅 是我们的动力所在 亦有些 探訪盘 另外在这个欧阴 acon 以较稟 用这个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